第一百一十一集 李小暖投靠在乘客怀里 捶着眼帘低声说道 乘客眯着眼睛想了片刻 轻轻笑了起来 低头看着李小暖说道 我听古霄说过 你看书只要一遍就能记住了 不管学什么呀 只要看一眼就通了 这是真的呀 也不全是 李小暖有些不自在的动了动 计东西是快一些 要学东西的话 跟平常人也没什么不同 是古霄自己笨罢了 乘客笑着说道 古霄不笨 不是特别聪明罢了 小暖呀 你聪慧处无人能及 大师只怕是看到这一处 才对你另眼相看的 要说福泽 只怕姑母和小锦的福泽 更是深厚 听父亲说呀 有一年 大师说天下难处太多 要请个福泽深厚的 来福音寺帮他烧这头香 请的就是姑母 当时呀 姑母已经怀了小锦 皇上对小锦一直非常疼爱 一时呀 因为他是幼子 二来呢 乘客顿了顿 接着说道 父亲说 大师从来没有明说过 这福泽深厚的究竟是姑母 还是姑母肚子里的孩子 或者二者兼有 就是这样 大师也没对姑母 或是小锦有过什么特别之处 李小暖凝神听着乘客的话 迟疑了一会儿 抬头看着他 慢吞吞地说道 天夕 三十三年的头香 是我帮大师烧的 乘客半张着嘴 恶然地看着李小暖 半嗓才缓过神来 连连咳了几声 先连往外看了看 转头看着李小暖 滴滴地问道 这是还有谁知道呀 老祖宗 我只和他说了 乘客输了口气 低下头满眼笑意地 看着李小暖 伸手揽过他 闷闷地笑了起来 怪不得 从娶了你 我就事事顺心呢 两人叽叽咕咕地说着话 不大会儿 车子就进了山门 洛川在车子外头禀报了 李小暖忙事后着乘客穿了衣服 乘客跳下车上了马 赶到前头去了 车子在寺里停下来 竹青和玉寇扶着李小暖下了车 赶到王妃车前 虚扶着王妃下了车 空袖方丈早就迎了出来 引着四人进了大殿 大殿里头法事已经开始了 王爷和王妃上了乡 跪倒 行了磕拜礼 祭了李老夫人 乘客和李小暖也上前祭拜了 乘客陪着父亲 就坐在大殿里听经 李小暖扶着王妃 转过大殿 周夫人带着严氏 已经迎在殿后了 几个人在观音殿坐着听经 跟着做完了法事 王爷和王妃就起程回去了 谷家住了一个院子 乘客和李小暖住在了李小暖往常居住的 离林子最近的那处院子里 傍晚时分 乘客陪着李小暖出了院子 沿着林间依稀小道 往引在密林深处的院落走去 院子大门和往常一样 应手而开 和往常的空无一人不同 大门里垂手占着名穿着雪白直坠的中年僧人 冲李小暖微笑着 双手合十见了李 转头看着乘客 声音平和地说道 大师吩咐了 请成公子在门房里候着 李小暖笑了起来 转头看着乘客说道 往常拦出陪我来呀 也是在这门房里等着我的 里头有茶喝 还有点心吃 乘客显得有些尴尬的 抬手揉了揉鼻子 笑着点点头 看着李小暖沿着院子中间的涌道 一路进去了 才转身进了门房里 静坐等候着 李小暖沿着青石涌路 一路进了正院 正屋门口 势力着的中年僧人 打起帘子 李小暖进了屋 维心大师 端坐在南窗下 宽大异常的榻上 正慢慢喝着茶 见李小暖进来 招了招手 李小暖满脸笑意 脚步轻快地走到榻前 侧着身子 坐到探盐上 探头看着 维心大师面前的杯子 惊讶地问道 大师今天 怎么喝起泡茶来了 嗯 喝了一阵子了 倒是别于一番义去 大师缓缓地 抿了口茶 慢慢品着 李小暖笑了起来 去了鞋子 盘膝坐到大师对面 取了另一个杯子 从紫沙湖里 倒了杯茶出来 端起来 品了两口 笑着点点头 嗯 这才叫茶呢 大师微笑着 摇了摇头 放下杯子 仔细打量着李小暖 点点头 不错 李小暖喝了杯里的茶 重用给大师 和自己杯子 注了茶 抬头看着大师 伤感地说道 今天是来送老祖宗回去的 他明天就要启程回上历镇了 嗯 大师似是而非地嗡了一声 看着李小暖和缓地说道 不过一个轮回 不过一个轮回罢了 有来就有去 李小暖点点头端起杯子 喝了几口茶 抬头看着大师问道 大师 福泽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大师喝着茶 淡然地问道 李小暖放下杯子 看着大师说道 几只福泽 必是敌之祸端 大师说是不是 大师满眼笑意地点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李小暖歪头看着大师 大师嘴角露出笑意来 看着他轻轻摇头说道 别想太多 只看眼前就是 即使听到 有错乱更改的时候 来是时 去是终 纵然知道终是终 这条路还得慢慢地走过去 既然走了 就好好欣赏一番路上的景色吧 李小暖待了半上 轻轻点点头 看着大师 低声问道 大师 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吗 维新大师 轻轻摇了摇头 李小暖直直地看着他 紧接着问道 那 大师从哪里来 维新大师微笑着 又摇了摇头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没人能看到 佛家有句话 在门房地在门房里来回走着 见李小暖出来 急忙迎了出来 周年僧人递了盏灯笼给乘客 乘客 乘客接过谢了 一只手揽着李小暖出了院门 小心地沿着林间小径往回走去 林子里小径两侧 每隔十几步就亮着盏灯笼 指引着乘客和李小暖 两人走过后 灯笼就悄无声息地熄灭了 乘客和李小暖身后 陷入一片黑暗和安静 两人很快回到了居住的院落里 沐浴洗漱 吃了点饭就歇下了 第二天 两人一大早起来 陪着周夫人等人一起请了灵 重又祭拜辞了李老夫人的灵位 看着周夫人等人的车子走远了 才上了车往京城回去了 隔天 蓝初从长青县赶了回来 和李小暖仔细禀报着 见了大姑奶奶了 看着倒还好 我去的时候啊 那个邹氏也在边上试候着 谨慎恭敬得很 眼皮倒是急火落 我也没搭理她 只和大姑奶奶见了李 说了两句话 大姑奶奶呀 就把她打发出去了 蓝初顿了顿 看着李小暖 小心地说道 那邹氏 生得果然极好 看着一脸的温婉柔顺 极是可人 李小暖皱着眉头 点点头 那 大姐姐说什么没有 我用花叹了几回 大姑奶奶 一句也不愿意提邹氏 我也不敢再多问 旁的 倒也没说什么 只说过几天 就准备动身回去台州 说是想着家里长辈 还没见过小少爷 如今姑爷 有邹氏侍候着 他也放心得很 就想着 干脆带着孩子回去台州 等过了年呀 就从台州 直接赶到京城来 听大姑奶奶的意思 姑娘明年任期满了 想到京城 谋个差事 她先过来 一来收拾收拾家里 二来 也提前过来准备准备 嗯 那 这是她的意思 还是金智阳的意思 李小暖看着兰初 拧着眉头问道 兰初想了想 迟疑地说道 我也没仔细问 看大姑奶奶的 话里话外的意思 这事儿啊 姑爷必定是知道的 也愿意了的 看样子 应该是姑爷的意思 李小暖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咬着嘴唇沉默了片刻 缓缓点点头 含糊地说道 嗯 好 想进京就更好了 万事便宜 兰初看着李小暖 迟疑着说道 大姑奶奶 留我住的这两晚 姑爷 都歇在邹氏房里 李小暖恶心般皱了皱眉头 半嗓才叹了口气 看着兰初 低声说道 这毕竟 是大姐姐的家事 旁人 也不好多管 等她进了京 听她的意思吧 兰初点点头 看着李小暖 轻轻叹了口气 告退出去了 转眼就到了十五日 李小暖早早起来 穿戴整齐了 去正远 会了王妃 然后去锐子堂 请安去了 红服站在院门口 正伸长着脖子 瞧手以盼地 等着李小暖 看到她下了轿子 急忙奔出来 拉着李小暖的袖子 满脸欢喜 流着长长的口水 兴奋地叫着 桃妹妹 桃妹妹 桃 吃桃 李小暖笑意盈盈地 从荷包里 取了立头铺 塞到红服嘴里 笑着吩咐道 你乖乖地 站在这里等着 不能动 不能说话 也不能乱叫 等我磕头请了安 再来跟你玩 红服吸着口水 用力咬着 嘴里的桃铺 兴奋地点头答应着 直直地站着 一动不动 李小暖笑着 拉她进了院子 指了个地方 给她吩咐道 嗯 站在这里 红服重重地 点头 又直直地 站定了 王妃 满眼惊讶地 带着好笑 看着李小暖说道 这傻丫头 是小客 从上礼镇 带回来的 她还记得你 可见这傻子呀 心里 也分着好歹呢 李小暖回过身 依着 中年仆妇的示意 和王妃 一起走到 院子中间的店子前 磕头请了安 站起来 笑着 低声说道 她哪里是记得我 不过呀 是记得蜜饯的味道罢了 老祖宗这院子里 必是没有蜜饯吃的 王妃忙点头 可不是 老祖宗呀 不吃甜食 这院子里 倒真是没有过这东西 李小暖笑咪咪地 走到红服面前 红服张着嘴 满眼可望地看着她 李小暖转头看着院子 问道 红服 今天的花搬了没有 红服忙摇头 那 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 红服兴奋起来 急忙叫道 嗯 糕 肉肉汤 红服真聪明 今天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李小暖从荷包里 捏了一块桃谱 塞到红服嘴里 笑着夸奖道 红服咬着桃谱 口水一路滴下来 李小暖用帕子 给她擦着口水 转头看了看 笑盈盈地 站在旁边 看着的中年匍匐 等红服 验了桃谱问道 那 这几天 嬷嬷是夸你了 还是骂你了 红服两只眼睛 一会儿聚到一处 一会儿又分到两边 举起双臂抱着头 吭吭吱吱起来 骂 骂了 不夸 红服又不肯烧火了 红服头往后仰着 不肯答话 李小暖扳起脸来 嬷嬷让你干活 你又摔东西了 红服放下手臂 甩着手臂 扭起身子来 唐妹妹 不 不敢了 李小暖板着脸 看着她 也不说话 红服的身子 越扭越慢 头垂下来 伸出手 小心地 拉着李小暖的衣袖 唐妹妹 不 不敢了 李小暖 面容放松着 露出笑容来 点点头 取了一块桃脯 塞到红服嘴里 嗯 红服要记着 要好好干活 才有饭吃 才有肉吃 知道吗 唐妹妹呀 也才会给你糖吃 红服急忙点头 嗯 记住了 记住了 中年仆服满脸的惊讶和笑意 王妃惊奇地看着 转头和中年仆服说着话 这红服呀 谁也说不下 小暖的话呀 倒是说一句听一句 他呀 知道少服人待他好呢 中年仆服恭敬地答着话 王妃点头 嗯 这红服虽傻 心里倒是明白 李小暖又塞了一块桃脯给红服 郑重地交代 他要好好干活 才转身扶着王妃 出了院门 上了轿子走了 红服站在院门外 眼巴巴地看着李小暖的轿子 走得看不见了 才默默蹭蹭地回到院子里 晚上乘客回来 两人吃了饭 李小暖拿了一本书 歪在榻上 陪着乘客 处理带回来的公文 乘客秉退了 屋里侍候的丫头婆子 伸手拉过李小暖 低声问道 成王上了折子 说是皇上病了 他忧心不已 素业不能成妹 自己不敢善离 就请了长子周世远 进京士机 替他呀 敬了这为人子的孝道 那皇上答应了 折子刚到 人也到了 乘客摊着手 沈笑着说道 李小暖皱起眉头 那皇上怎么说的 没怎么说 只说呀 成王孝心可嘉 就没让周世远出宫 没让他回成王府居住 安置到了锦和宫 那里呀 原是成王开府前的居住 李小暖拧眉思量片刻 转头看着乘客问道 锦王呢 小锦 这周世远脾气性格 极像成王 不过呀 就是没成王那骨子很劲 胆子也小得多了 小锦呀 也是不太担心 他住进宫里 也只好静静笑了 旁的 只怕都不便利 李小暖靠在乘客胸前 低声说道 这下 也不知道成王是怎么想的 这周世远 今年十三岁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了 若是单纯送来尽孝 倒还好 若是 旁的 乘客 直起身子 低头看着李小暖 瞇着眼睛笑起来 你说得对 还是功力好 万事都在皇上眼皮子底下 大家都方便 乘客想了想 直起身子 坐了起来 我去趟锦王府 你别等我 先歇着吧 李小暖点点头 扬声叫竹叶 送了衣服进来 事后着乘客穿好 又替他穿了斗篷 乘客走到屋门口 仿佛想起什么来 转过身 看着李小暖 认真地说道 我就是晚一会儿再回来 还是要回来歇着的 你放心 李小暖一口气 支在喉咙里 一时说不出话来 乘客笑咪咪地 看了看一脸恼怒的李小暖 转过身 大步往院外出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